近日 英国王室中迎来了一位备受关注的新成员索菲王妃 她因其家世背景和个人魅力而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据悉 此次加入王室的时间正值内部派系斗争激烈之际 其中与继母卡米拉关系紧张的威廉王子选择与索菲王妃学手联盟 在权力游戏中展现出默契的配合 索菲王妃出生于英国上流社会的贵族家庭 与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英国王室中地位显赫 她的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 一直以来都以优雅和品位而出称 索菲的个人魅力更是让她成为社交圈的璀璨明星 无论是举止优雅的舞会还是慈善活动 都能吸引众人的目光 索菲加入王室的时间节点引人瞩目 据了解近年来 王室内部派系之间的斗争逐渐升级 求以卡米拉与威廉之间的关系紧张最为明显 威廉王子一直对于继母卡米拉持有一定的戒备之心 而索菲王妃则选择站在威廉一边 与卡米拉形成鲜明对比 威廉王子与索菲王妃制定了应对卡米拉的计划 并展现了联盟间默契的配合 他们共同支持着一系列改革建议 旨在推断王室走进现代化 并减少派系斗争对外界的负面影响 这种强大的联合不仅凸显了 威廉王子和索菲王妃在王室当中的影响力 也为王室注入了新鲜血液 权力游戏的胜负将很快分校 索菲王妃的加入预示着王室新生代的接班将早日展开 她以其出色的家事背景和个人魅力 给予了王室以充满希望和活力的新面貌 关于索菲王妃的消息不断引发公众的讨论和期待 不过也有人对索菲王妃的加入表示担忧 一些保守派认为 她的身份背景和个人魅力将进一步分化王室的内部 加剧派系之间的对立 他们呼吁王室保持稳定并减少派系斗争 以免对王室形象带来不利影响 目前索菲王妃的加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威廉王子和索菲王妃的联盟继续在王室内部推进改革 并为外界呈现一副团结的画面 王室新生代的接班已经悄然展开 他们力求在内部派系登斗中保持统一 团结一致地推动王室向前发展 虽然威廉王子与索菲王妃的联盟备受关注 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争议和批评声音 一些人认为索菲王妃作为新成员 对于迅速便站在威廉一方 并对其他王室成员产生了一定的排斥感 这也使得王室内部局势更加紧张 分化加深 但与此同时 也有许多人对索菲王妃持乐观态度 他们认为 她的加入为王室注入了新的活力 并能够为王室带来一系列的新思维和创意 索菲王妃以其聪明才智和民众形象 赢得了王室内外的广泛支持与喜爱 她积极参与慈善事业 致力于环境保护和社会公益活动 这不仅提升了王室的形象 也使得王室成员们更加接近民众 赋予他们更加亲民的形象 对于索菲王妃的未来来说 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她将成为王室的重要支持者 和威廉王子的得力助手 为王室发展事务 做出重要贡献 而也有人认为 她会在王室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成为新生代王室的核心人物 无论如何索菲王妃的加入 注定会给英国王室带来变革 她的家世背景和个人魅力 使她成为关注焦点 而她所展现的决心和信心 无疑让人们对她的未来充满期待 正如一位王室专家所说 索菲王妃的到来预设着 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她将为王室带来新的活力和机遇 最近令人瞠目结舌的消息传出 卡米拉王后已经下达了一项禁令 严禁继子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 公开纪念她们的母亲戴安娜王妃 据悉卡米拉竭力阻止任何人 与戴安娜民官的消息 在她的视线和听觉范围内 甚至施行了高额罚款 来处置任何不小心 提到戴安娜名字的工作人员 这令人唏嘘不已 招致了更多公众 对于卡米拉的不满和痛恨 卡米拉王后一直以来都是因为 她对戴安娜的嫉妒和恶意行径而备受诟病 她对这位哀悼者如潮的王妃的仇视 可谓是深恶痛绝 而她如今的禁令 更是让人们对她的心里暗藏的邪恶和奸诈 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卡米拉的措施显然是极其苛刻 她试图通过各种手段 抹去戴安娜在公众心中的形象 无论卡米拉如何努力 她永远无法改变 人们对于戴安娜的思念和崇拜 戴安娜的温柔善良 和她为人民做出的贡献 使她成为了人民的偶像 而这种禁令只能是进一步加深 人们对于卡米拉的憎恶之情 据一部内部消息人士称 卡米拉甚至在王室内部 禁止任何人提及戴安娜 她对所有工作人员 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要求他们严密把守 任何轻微的过失 都会遭到严厉的惩罚 甚至面临高额罚款 这种行为不禁让人 对卡米拉的人品和品格 产生了强烈的怀疑 卡米拉简直可以说 是无所不用其极 以此来掩盖自己如何一步步上位 当上王后的黑暗过去 她的所作所为 完全违背了人们对王室成员的期待 人们早已经看透了她虚伪的面具 看到了她真正的嘴脸 卡米拉无法掌控和操纵人民的心灵 无论她如何削弱人们对于戴安娜的记忆 她无法抹去人们心中 对这位伟大王妃的敬仰和崇拜 戴安娜的精神将永远在人们的心中存活着 无法被抹去 对于这号令 公众普遍表示愤怒和不满 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对戴安娜 卡米拉王后的批评和憎恶声音 网友们纷纷控诉卡米拉的无道之举 痛斥她对戴安娜的不公正对待和不尊重 许多人呼吁 王室成员应该以公众和尊重来对待戴安娜的纪念 并表示绝对不会被卡米拉王后的禁令所迷惑 卡米拉王后对戴安娜的扭曲仇视 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 回顾历史 卡米拉从一开始就对戴安娜抱有嫉妒和敌意 她曾经是安娜与查尔斯王子婚姻当中的第三者 这个事情本身就足以让她陷入尴尬和羞耻 卡米拉竟然无耻地积极参与破坏和毁坏 戴安娜和查尔斯王子的婚姻 最终将自己变成了查尔斯王子的情妇 尽管卡米拉王后如今成为了继承皇位的准皇后 但是她的过去永远无法被人们所忘记 她的所作所为在公众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不论她如何试图掩盖 都无法抹去她的罪恶 该禁令只是她无力扭转现实的可悲表现 这份禁令也反映出来卡米拉王后对于话语权的掌控欲望 她试图通过禁止提及戴安娜的名字来遮蔽自己的过去 控制人们的思想和情感 这种压制的做法只会是适得其反 只会激发了公众对于戴安娜的热情和坚定的支持 公众对于卡米拉王后的不满和愤怒已经达到了一个高潮 他们要求王室成员能够以公众中的态度能够对待戴安娜的纪念 而不是试图掩盖和忽视她的存在 戴安娜代表了人民的希望和梦 她在慈善事业上的投入和努力一直是被人们称颂 禁止公开纪念戴安娜 尤其无疑是对戴安娜精神的侮辱和对人民情感的蔑视 卡米拉这次的这次禁令 不仅仅是对戴安娜的不公正对待 也是对王室公众形象的伤害 王家一直以来都依靠公众的支持和喜爱 来维持自身的地位和声望 卡米拉的行为却让人们开始怀疑 整个王室的价值观和道德平凡 她的禁令无疑加深了公众对于王室成员的不信任和不满 卡米拉王后的禁令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响和不满 她试图抹去戴安娜的痕迹 却只能在人民心中留下更深的仇恨和厌恶